Google map上有寫說 騎40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我們騎了一個半小時 快要往生了 米蘭車站 我們現在要準備搭10.05的車 去骨魚村 這邊剛剛已經買好票了 剛剛搭完這一班 對面 就可以直接轉車 這是第一餐義大利的食物 把一個可頌跟一個小披薩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車終於來到這個南端的漁港 剛剛Google map上寫說 騎40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我們騎了一個半小時 快要往生了 以後還是乖乖搭公車 天主教教堂 天主教教堂 我看Google 評價寫它的燉飯很好吃 評價滿好的 這間 在四條上面 不是在海邊的 超香的 這是我們在 義大利的第一餐正餐 這是海鮮義大利麵 然後這個是燉飯 配一杯咖啡 要開動了 開動 這個飯感覺會是那種 裡面會硬硬的那種 不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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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愛 這個是我們今天 住的飯店 他就直接在火车站的楼上 我们是订双人房 可是他给我们超大间四人房 先来看一下厕所 厕所也很大 干湿分离的 然后房间的灯光就是比较暗一点 还可以 行李价给了两个 然后床有四人 这边还有给小点心 茶包 这些都是免费的 有冰箱 就是刚刚去超市买的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开箱完毕 这个我们会住两碗 然后一碗的价钱含早餐 只有1300 超便宜 双层的火车 很酷吧 好可爱哦 你好啊 你往我这里走啊 哎呦 怎么连天这么沉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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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去爬那个制高点 他从那边上去 我们爬到了制高点的入口 但是今天的步道是关闭的 所以不能再往前走 这边就可以看到火车海 还有港湾 我们来到第二站 这一站是五渝村 唯一没有靠海的一站 哇越爬越高了 这里有很多冰淇淋店 google map上都写有开 但是完全都没有开 全部的店都在偷懒 对 这里有一个观景点 突然有关观客的感觉了 人多了起来 你觉得目前走了三个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看 嗯 我也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我在这边 有可能是这边 哇 全部都是鸽子 搭了一个隐秘的电梯上来 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满满一排的鸽子 搭电梯上来后的风景 这边就是火车站 还到一个碉堡的地方 算是一个隐秘的景点 要搭刚刚那个电梯上来 然后再往左转之后 有指标 可以看到 标法哦 普普通通 到此意有 现在要去看冬天最有名的餐厅会不会开 机会渺茸茫 怎么感觉没有开 这风景呢挺不错的 漂亮耶 这个点看不去 来吃冰激凌 这怎么买呢 三球四点五 下午三点 我们来吃今天的第一餐餐厅 我要赶在他们那个打烊之前 这个是一个披萨 九欧 一些芝麻叶 培根 这个是炸海鲜 十五欧吗 好像是十五欧 大型的吃播现场又开始了 这个是市区的街景 很热闹 然后餐厅算是开蛮多的 跟今天在渔村比起来 上面有一只海鸥在他的头上 今天的下午茶 大杯的咖啡两欧 一起吃蛋糕 这个是三欧 总共欧 他就是在市场的旁边 不过市场今天都没有开 然后环境 环境蛮不错的 舒服的地方 我们要等吃晚餐 这边的餐厅都六点半 七点半才开 先就先找个地方坐着 晚餐来吃这间 1905 我们现在七点半开 八点半抵达 已经要再等半个小时 这个是奇鱼意大利面 他的意大利面比较粗的感觉 然后上面有核桥 鱼肉其实给的蛮多的 他的酱是什么味道 闻起来好像有点青酱 对不对 但是又没有那么浓的青酱 然后这个是意大利式的饺子 配肉酱 再给一盒起司粉 很像饺子 饺子的形状 我觉得味道不错 但我真的觉得味道很香 今天最后一道甜点 终于吃到提拉米苏了 早了一整天 好 2 2 4